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拿摩阿弥陀佛 孩子与父母是由极深的因缘 而感召来的亲情 一定是有很深的缘 他才会来投胎的 在怀孕期间 母亲与孩子是真正的骨肉相连 血脉相依的时刻 我们现在学佛了 也都知道 孕妇初怀孕的时候 不论是男胎还是女胎 胎儿都是七日一变的 若能为胎儿读诵地藏经 更带胎儿念南摩地藏王菩萨的圣号万变 可以减轻胎儿前世的罪 胎儿七日一变 地藏菩萨的神力 令胎儿相貌 变得更端庄 出生以后也是安乐一养 健康长寿 若这个婴儿本来就有福报的 诵经纪念菩萨名号的功德 再另外加上他自己的福报 受上天寿 纵然这个孩子是来抱怨的 是冤家债主投胎而来的 你如果能够持诵地藏经和菩萨的圣号 回向给他 冤结也会化解 抱怨而变成了报恩的 再一个 这个孩子也会业障消除 灾难也就消除了 非常的好养 寿命也会增长 所以在怀孕期间 读诵地藏经 祈求地藏王菩萨加持 赐一个福会双全的孩子 怀孕期间 最好父母两个人 都能每天至少送一部地藏经 或者地藏王菩萨圣号一千遍 回向给孩子的冤亲债主 历代宗亲 离苦得乐 早日往生净土 对于孩子来说 容易改变命运的阶段 就是在怀孕期间 争取在他没有 长成这段期间 就帮他消除业障 出生以后就固定了 就要他自己靠佛法来做 大量的行善放生来修行的 难度就更大了 在怀孕期间 改变命运是比较容易的 今天静雅呢 看了一篇 孕妇读诵地藏经 感应神奇 胎儿竟能与母亲心灵交流 不可思议啊 今天呢供养给大家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每个人都需要仔细的看好 听好 一定会受益 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母亲 薛师兄 他讲述的这么一个 心灵感应的故事 薛师兄是一位 省级民族乐团的演奏员 他在怀孕期间 因受到府中宝宝的教育 开始正信佛法 持戒修行 薛师兄说 结婚之后 为了生养一个健康的 聪慧的孩子 我在饮食 营养 心理调整 体能锻炼等方面 下足了功夫 我在读诵 受持 地藏经时 若未来世中 严福体内 差利 托罗门 长者 居士 一切人等 即异性种族 有心产者 或男或女 七日之中 早已读诵 此不思议经典 更为念菩萨名 可满万遍 是新生子 或男或女 素有殃报 便得解脱 安乐 一样 寿命 增长 这段经文 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信心 更是为我 一心要养育一个 冰青玉洁 蓝心绘制的孩子 给予了宝贵 具体的指导 我从怀孕初期 就开始为婴儿读诵 地藏经了 由于孕期反应 身体不适 只能在食斋日期间 为其浅诚的读诵 一想到 如露珠般的小生命 在母腹中 第一时间就能聆听到 佛陀 这部不朽的经典 为孩子进行着 人世间最伟大的神奇胎教 我心中 就会洋溢着 不可名状的 幸福与骄傲 期盼着大慈大悲的佛菩萨 送我一个 如愿的好孩子 怀孕四个月后 在善知识的开始下 在家人的全力支持和照顾下 我彻底素食 素食不但没有让我营养不良 疲惫不堪 反而使我面色红润 身心愉悦 精力充沛 这使得我每天 为胎儿诵一部地藏经 精勤匪泄 我对佛在经中所说的话 坚信不移 朗朗的诵经声 伴随着胎儿 一天一天的长大 我的心中充满着 从未有过的 欣慰与踏实 内心期盼着 我与孩子相见的 那激动雷心的一刻 斗转星移 时光匆匆的流过 转眼炎热的夏天 来临了 但是我依然 毫不懈怠 努力用功 做到清心寡欲 耳不闻恶声 目无视恶行 勤正不屑 持养心地 每天为胎儿诵经 力争做一个合格的好母亲 有一天 我读完地藏经时 嗓子 干疼地冒火 我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冰箱前 想取一盒冰激凌 慰劳一下辛苦的自己 就在我刚刚打开冰箱门的时候 突然我的脑海里 蹦出一句话 妈妈 你不要吃冰激凌哦 我会很冷的 这突如其来的感受 让我不知所措 觉得很奇怪 心想 这是不是错觉呢 还是我自己的心理暗示呢 但是 这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心想 一会儿再吃吧 休息片刻 当我再打开冰箱门时 那不思议的感受又出现了 妈妈 你不要吃冰激凌 我会很冷的 这一句话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次真的引起我的注意了 我意识到 是腹中胎儿用心在和我讲话 告诉我 他的苦乐感受 这奇妙的感应 让我深知胎儿 与我已是心心相通 心心相知了 地藏经 将我和孩子紧紧的联系到一起了 我们彼此 相知心生 相互感受 结下这一生一世的母子至亲的善缘 我曾经以志诚心 如冷地狱中日苦痛 这段经文在我和孩子心灵感应下得到了见证和诠释 这让我百感焦急 这让我百感焦急 久久不能忘怀 之后 之后为了胎儿 无论天气怎么热 我也没有再吃过任何的冷食 宝宝出生两周后 按照老习惯 我给他喂食了黄连 引起了宝宝腹泻不止 望着瘦弱无力的孩子 我心急如焚 寝食不安 我的脸贴在他苍白的面颊上 心中真是忧心重重 心乱如麻呀 这时我的脑海中突然迸发出这样的一句话 妈妈 你不要再吃鸡蛋了 吃鸡蛋对我是很不好的 我猛地醒悟过来 是宝宝在提醒我 为了催奶 月嫂天天都会给我做酒酿鸡蛋吃 这次我就开始尝试着和宝宝对话 就在心里问 宝宝 妈妈都要做些什么呢 你才能会舒服一些呢 宝宝马上回答我 快给我念诵七部地藏经 回向给我的冤金债主吧 我毫不怠慢 很快就将七部地藏经念完了 然后我就对宝宝说 妈妈已经为你念完七部了 还要妈妈做什么呢 宝宝回答我 从现在起 每日为我念一部地藏经 我又问 念到何时为止呢 宝宝回答我 念到我会念经时为止 我问 那你几时会念经呢 他回答我 七岁 我恍然大悟 从此日日诵经不止 读诵第二天 宝宝的腹泻停止了 写这段文字的时候 宝宝已经快两个月了 身体健康 安乐一样 同时 为了完成对孩子的承诺 我每天为他送一部地藏经 七年 将一共是2555部经 我和丈夫深信 宝宝是以这样的因缘 来度化我们精进修行的 我深知 这是我们一家 要共同完成的事业 伴随着孩子一天天的成长 我们的道业也在一天天的精进 我们的善行善德也在一天天的增长 这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来说 是多么的快乐与幸福啊 非常感恩这位母亲的见证 这样生下来的宝宝 基本上都是佛宝宝 都是来报恩的孩子 所以我们在生养过程中 都是非常的顺利 不用大人操心的 一定是孝子贤孙 因为我们在怀孕期间 诵经念佛对母亲来讲呢 也是心平气和 真诚恭敬 清静平等 起心动念 都决定影响这个胎儿 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 大家就更容易明白了 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 这一个神式来投胎 它是有念头的 它有念头 它就有波动 所以母亲的起心动念 一切的举止都会影响到这个胎儿 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 是孝子贤孙 怎么教她呢 就是要在怀孕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行孝 要尽孝 孝的波就会影响到她 我们修静修福 这才是真正叫她种下深深的种子 就已经给她做出了榜样 这就是最好的胎教 怀孕期间 要读诵地藏经 或者是其他的经典 或者是佛号 都要做一个回向 弟子某某 愿意诵经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肚里胎儿 累生累世的冤亲债主 历代宗亲 其请南摩大慈大悲 地藏王菩萨 慈悲作主 超拔他们 令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弟子真心求忏悔 念三遍 愿冤亲债主 历代宗亲 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僧 归依佛 两族尊 归依法 离遇尊 归依僧 众中尊 归依佛 不堕地狱 归依法 不堕恶鬼 归依僧 不堕 旁生 归依佛 静 归依法 静 归依僧 静 一共念三遍 南摩地藏王菩萨 摩赫萨 南摩地藏王菩萨 摩赫萨 南摩地藏王菩萨 摩赫萨 希望这个视频 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分享给家人 希望都能生一个 有福报 有智慧 健康 平安 孝顺的 佛宝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摩阿弥陀佛